各位聽眾朋友,我是吳京佛 這個《世界史》是走出來的 日本的歷史玄家 島崎晉的著作 今天講《西岩前的世界史》 那麼《西岩前的世界史》 現在有文字紀錄在清澈 我們讀世上都讀過了 四大文明 最早的就是兩河文明 就回沃越彎、回雨越彎 伊朗伊拉克那一代 第二個文明就是尼羅河文明 尼羅河文明是兩河文明分佈到 它的人口移動到尼羅河去建立的尼羅河文明 也就是埃及文明 埃及說,對啦,挖出來的有五千年 但是有詳細的文字紀錄的技術 它還是比回雨越彎晚 而且尼羅河那邊的人類的血統 現在的埃及的形成文明的時候 是從兩河流域分過去的 這和你想像的不一樣吧 對不對 接下來是什麼呢 人類從非洲到歐亞 往東邊一直移動就來到了印度啊 所以接下來的第三個文明叫做恒河文明 恒河文明 恒河文明經過北印度以後 再往東就碰到了現在所謂的中國 中國在北方開始叫做黃河文明啊 黃河文明的附屬的文明 後來再往南去的時候到長江的文明啊 這是第四大的所謂的黃河文明啊 那第五個文明是發源在海邊的愛情海的 希臘羅馬的文明啊 愛情海文明啊 這就是現在目前所出現的五大文明 比較確確的 我剛講過了 南太平洋 拉丁美洲 北美南美 因為現代世界史 因為沒有很完整的文字紀錄暫時出缺一下啦 等到有更完整的在解說啦 那麼這四大文明裡面 加上愛情海文明啊 所有的文明都已經解密了 也就是說他們的象形文字 像蘇美人的切形文字啊什麼東西 解大部分現代的語言學家 符號學家 都已經能夠解答大部分的問題啊 文字記載的那個文字到底什麼意思 大概能解答 很奇怪的有一個文明到現代 二十一則字的今天 還有絕大部分沒有辦法解密 這是哪一個文明啊 印度和文明就是紅和文明 紅和文明這些全面的佛教師能夠解密的時候 可以把北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的 花園的思維呢 可以得到更明確的答案 所以很多人現在在解釋佛教很多的道理啊 其實你聽起來好像現在聽起來好像新的 它其實很舊啊 那麼這四大文明加上愛情文明 我們去研究的時候我們會恍然大悟是什麼 我們年輕人看不起這些古文明啊 現在都電腦啦 網路啦 我各種新觀念 新的想法啦 什麼東西啦 太空啦 宇宙的想法啦 這才是最新的 你們都太落伍了 沒有啊 你現在發現到說最舊的才是最新的 最新的是最舊的啊 發哥這樣講這句話 你懂那個意思嗎 我們以為我們現在發明的東西是最新的觀念啊 當我們去把這些古文明解密的時候 我們發現一個事情什麼呢 人類除了這個車子越跑越快 越來越多工具越來越發達 人類交流越來越快 有電話有電報什麼 但是我們的精神文明在四五千年前就定了 我們到今天沒有進步啊 在進步的思想哲學方面 人類在四五千年的印度河文明 或兩河流域文明 泥河文明到黃河文明 早就已經具備了 它只是說的比較抽象 甚至不是抽象 甚至有可能我們還是自己沒有辦法回答而已啊 所以有人說 地球上現在發哥講四大文明 加上愛情海文明五大文明 可能不是地球上第一次的文明啊 地球上的文明可能經過好幾次喔 冰河其滅種 人類快滅種 再來第二次 再來第三次 地球上可能已經經過兩三次的文明啊 現在大家越來越確認那個東西 因為有很多符號我們不理解 譬如說台灣 我們現在看台灣島很小啊 但是在第四季冰河起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啊 台灣和這個東南半島一直到菲律賓馬來西亞 印尼是連在一起的啊 是站他群島啊 所以台灣的猴子和台灣的黑熊都東喜馬拉雅山西啊 這個到現在還可以證明啊 我們的植物也是東喜馬拉雅山西啊 但是因為形成了台灣海峽以後 海峽隔城以後 變成台灣特有種啊 所以你現在看到台灣的植物動物 只要聽到台灣啊 台灣睡花山啊 台灣黑熊 台灣迷猴 前面加台灣的全部都是特有種 就在台灣掩替出來的 海洋把它隔絕以後掩替出來的 那麼四大文明加愛情還有文明 五大文明呢 有很多符號 特別是橫河文明 我們今天都還解密解不了 然後呢 這五大文明裡面其實最晚的是黃河文明 這個觀念和我們想像裡面完全不一樣 和中國共產黨吹牛的 中國國民黨吹牛的 完全相反啊 黃帝是誰 公孫軒元 這個 共產黨 國民黨 東同發明的公孫軒元 這個黃帝 我跟你講在歷史學家 法國歷史學家 德國歷史學家 都有寫出 公孫 所謂我們稱的軒元 軒元是黃帝的祖先 黃帝這個人 他是從兩河文明來的 他在爭奪王會蘇老 又從兩河文明 帶著他的部下往東邊 一直走走到黃河流一來的 這樣你 有趣味嗎 這個是完全合理的 因為人類從非洲移動 他一定是 由非洲往北非去 北非去跨過 新愛半島 跨過紅海 然後到了阿拉伯半島 到了歐亞大陸 然後一直往東 一直往東 一直往東 當然這個是正常的 所以黃河文明已經來到最東邊 他當然是最後一個阿 這有什麼不對呢 所以我們一直以為 黃河文明裡面什麼 早期的太極圖阿 陰陽五行阿 我們以為是這個共產黨 國民黨都在吹牛的時候 這個哲學都是中國文明 這通通在兩河文明都有阿 也就是說 在回語月灣 伊朗伊拉克 挖出來的 古的蘇美人的文化裡面 就有五行的傳說 就有太極圖阿 都是人家發明的 傳到黃河流一來 黃河流一的文明 在把它改造的阿 然後我們從來就不知道 然後我們還在吹牛四大發明 中華民主四大發明 四大發明有三個是人家發明的阿 從別的文明來的阿 所以中國有一個中年的歷史學家 以前在流亡到美國 叫劉仲敬很了不起的 他寫了一個歷史論 他寫很多的歷史方面的書 大家世界史都公认為 他是這方面的天才 他說黃河文明 中原的文明 他是一個河流的挖地 什麼叫做挖地呢 內圍爬這樣啦 辣地這樣啦 所有的河流流到後面 會因為那個地形比較低 他就流到那裡去啦 黃河文明就是那個挖地啦 文明的挖地 他的上游在上面啦 在前面兩河文明 在尼樂河文明 在那個橫河文明裡面過來的啦 華哥不要講別的啦 你只要把現在共產黨 國民黨在吹牛的什麼風水地理 或者是活學的思想 從中華文化裡面把它抽掉的話 他們吹牛的中華文化 抽掉佛教 抽掉陰陽五行 抽掉這些東西 人家兩河流一的文明 把它抽掉 我請問你中國文明剩下什麼 我請問你它剩下什麼 所以文明其實很早就已經溝通啦 華哥為什麼要講西元前的世界史 大家一直以為念基督徒 念聖經的人就不念活經 念活經的人就不念聖經 你知道他們在聖經活經以前的思想 是跑來跑去是溝通的嗎 你如果不是信基督教沒關係 你把人家飯店裡面去住飯店的時候 當場擺一個聖經在裡面 你把它換到那個舊約的 所羅門的傳道書 你去念傳道書看看 那個故事很好聽 那是所羅門王留下來的他的遺言嘛 你看他講的道理是和活教 廟法蓮花經一模一樣的啊 那你就知道這個東西會突然完成了嗎 不是嘛 在舊約裡面的這些先知這些講的話 和這個北印度的活頭所講的活教的領悟 是同一件事情啊 所以台灣的作家宋哲來講一句話很驚人 我覺得相當有道理 佛教是講生命的冬天 基督教是講村民的春天 佛教是講冬天 基督教是講春天 好 我們一年世紀本來就有春夏秋冬 它是同一件事情啊 它是世紀生命的變化 佛教在講冬天的時候 因為陽光比較沒有那麼直射啦 然後雨量少啦 寒風很冷啊 植物開始掉葉子啊 我們在地球上能夠吸收的養分變少啊 我們就要盡量內心安靜 節儉不夠樸素的生活啊 你才能夠度過冬天啊 生命是講生命的特律的了解 領悟忍耐 慈悲等等啊 但是這不是告訴你 變成一顆石頭就好了 不是這樣啊 樹木掉樹葉的時候 它的樹幹還保持生命的活力啊 你要慢慢的醞釀那個能量在身體裡面啊 基督到了第二年 同樣那棵樹到了春天啊 基督到了春天 春天那個樹不花呀 不會死掉嗎 基督教是講春天啊 生命的春天啊 佛教是講生命的冬天 我只是這樣比方 其實它是同一個天氣啊 同一件事啊 如果你從不要從宗教信仰去講 你如果是從文化史來講 他們根本就是聯繫在一起的 佛教和基督教沒有差異那麼大啊 我們的先知先覺者在前面的哲學家 他早就是在溝通常常老來來去去的 只是我們沒有從人類歷史去探討 所以你不知道你就偏狹在你的狹隘的世界裡面啊 好 在這些為什麼會 世界文明會發生在兩河流域 四大河流域呢 為什麼還有再加上第五大流域在愛情海在地中海呢 這中間共同的一個生命的權限是什麼 共同的東西叫做水啦 所以地球其實地球用地球不錯了啦 真正的真相是地球就是水球啦 所以太空船發射於阿姆斯坦上的太空 從上面回頭一看他說 哎呀我們的地球實在太美了 為什麼 整顆是藍色的藍寶石啊 地球為什麼是藍色的在太空裡面看起來 它是水球啊 地球七分之六的面積是水啊海洋啊 陸地上也有河流和湖泊啊 水是一切文明的生命的泉源啊 所以為什麼基督要講 生命只有源自於火水和林的才得以永生啊 如果你不是從信仰的角度講 你用科學的角度講 哲學的角度講 都對呀 因為生命是從水開始的 地球的文明當然也是從水開始的 從游裂以後你要開始變成農業 發現了麥子在兩河流域 因為麥子原產地在兩河流域啊 小麥 大麥 燕麥 蕎麥 所以人類發現了可以靠植物不必那麼累 可以種這些植物就可以活下來 所以文明就開始了 文明開始農業越種越大的田 你只要管那個河流啊 河流這大河流域啊 它只有兩個面貌啊 夏天 春天 雪融化以後 水出來的時候 水是很狂暴的啊 黃河煥浪要每次要死到人 泥河煥浪煥浪要死到人啊 兩河煥浪要死到人啊 兩河煥浪要死到人 欸 怎麼辦 就是要怎麼樣管理好水嘛 在黃河文明就是大雨治水嘛 埃及就是華老王治水嘛 金字塔就是蕭波塊嘛 兩河文明就是開河道管理嘛 所以產生了亞素帝國 人類第一個地球上所知道文明的大帝國就是亞素帝國 就是蘇美人下來建立了亞素帝國 亞素帝國就分成舊亞素帝國和新亞素帝國 亞素帝國的時候 你看聖經 亞素帝國去滅了以色列啊 以色列有十二個部族 其中有十個被趕到全世界去流浪 有兩個被抓回去了 兩個自派 變成巴比倫之球 改天花歌專門講 世界上很奇特的民主猶太人的遷徙 好 這四大河流域為了管好水 那個水河流黃河這麼狂暴那麼大 你不必把它分成更細的河流嗎 更細的河流再分成更細的河流 變成水鎮到你的農田裡面 那個要動用多少人你知道嗎 要把兩河流域 泥流河 黃河 橫河這些管好 把兩個提案輸倒 那最起碼要花十萬人以上的人力啊 十萬人怎麼管理啊 我問你 不要說人啊 十萬頭豬怎麼管理我問你 所以你說中國再怎麼說 中國有十四億人口 你想習近平這樣用什麼監視器用什麼 就能夠管理中國人嗎 遲早要分裂很簡單的問題 你去想就知道 不要說十四億人啊 十四億頭豬就好啦 你是用壓制人就可以管理得了嗎 壓制好像暫時很有效率 人是有思想的啊 人不可能用望給你壓制著啊 他一爆裂開來的就是分裂了 大分裂 所以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啊 現在是要分的時代啊 你看人類的歷史就很清楚嘛 現在中國共產黨對外面發展武力 但是你知道他所有的錢都變在 絕大分百分之六七十是變在維穩嘛 管好那十四億人 但是你管得了嗎 十四億你想想看 他有賺錢過 又享受過世界的這個自由過 他去世界看過 你還管得了嗎 不要說人啊 發哥以前講口敵意的時候 我們美農很多豬養不了 就丟到河裡面去 然後後來過了一段時間 豬沒有餓死的抓回來養在家裡 管不了為什麼 他晚上就一直撞那個門 撞到你睡不著覺 最後只有把那個豬殺了啊 他享受過自由你怎麼還管得了 這可以想像的事情 好四大文明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從海洋開始 然後產生了地球上第一個 最有組織的大帝國叫做亞素帝國 亞素是亞洲的亞素都的素 亞素帝國亞素呢 本來不是一個帝國的名字 它這個地方的名字叫亞素 然後地方名字變帝國 亞素帝國到後來 巴比倫帝國 後來被新的帝國取代 叫做波斯帝國 好波斯帝國後來被亞歷山大帝國 然後呢 在東方就形成了 秦朝和漢朝的秦漢帝國 北印度的帝國 然後呢 到三頭同盟的愛情海文明 產生了羅馬帝國 共和制的羅馬帝國 所以在西元前的歷史 有幾個大歷史帝國 你先有這個概念 畫個兩個 第一個亞素帝國 第二個埃及帝國 第三個波斯帝國 亞歷山大帝國 中國的秦漢帝國 和羅馬愛情海邊的羅馬帝國 好這是西元前2000年的 超級大帝國 這些超級大帝國 為什麼會形成 它的特色是什麼 怎麼管理 明天在港節期間 再見 拜拜 阿東外 recorded 海中山的龐國 辉書 阿東外 南海中山的白馬 鵄能 四周 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